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闻 欢迎收看佩博公民新闻报 听到垃圾车到来的音乐响起 到住家附近丢垃圾 应该是很多人习以为常的事情 但在嘉义东时的三家村 垃圾车却只开到村子当中 而不到村委 造成老人小孩必须拿着大包小包的垃圾 追垃圾车跑的困扰 嘉义东时三家村是乡下地方 人数较少 每周垃圾车只会来四次 且都不会开到村委 导致每当丢垃圾的时间一到 就会看到住在村委的村民 拖着大包小包的垃圾 先行前往垃圾车的折返处等待 其中 村民都是老人和小孩 他会看到村民追垃圾车的景象 我宣布 把塞本舌车说 赶紧一辣 老人在 那就是 摔头摆 要走路更慢 塞本舌车说 说那些玩豆摆 那些被骑影 我们做车都没有人买我们家 我都要坐在那裡 村民也曾經打電話給向公所反映 一開始公所承諾會開到村委 但後來卻以路段危險的理由拒絕 不過村民認為自己有按時繳交清潔費 且住家前市寬大的馬路 並非小巷子 公所應該體諒較年長或行動不便的村民 要求垃圾車開到住家前收垃圾 減少村民走路及中路的負擔 新竹市的電影博物館由荒廢的戲院改建 裡頭珍藏了許多珍貴的電影放映器材 和拍攝電影的器具 成為許多人回回老戲院舊影像的好去處 位於新竹市中正路的影像博物館 是鬧鐘取靜的文化場域 新竹影像博物館為日劇時代的遊樂館 其建築形式融合古羅馬和阿拉伯建築風味 於1933年開幕啟用 台灣功夫後更名為國民大戲院 直到1991年錄影帶出租業興起 戲院經不起市場考驗而停業 1996年文建會全國文藝祭 在方會閒置的國民戲院廣場 舉辦封城琴波系列活動後 成功召喚了新竹市民的記憶與情感 而催生了影像博物館整建 於2000年正式開館 作為影像文物展示及教育推廣的影像空間 我們是從香港來的 我們來找新竹市火車站附近的景點 然後就知道這個地點 就是跟電影有關的 所以就進來看 然後就看到這些電影文物 比如說這個放映機都蠻特別的 電影博物館大廳展示著第一代的放映機 這是美國1950年制的碳金棒放映機 除了國寶級的放映機外 展示館內還承設許多拍電影的老器材 每一樣都是古董 這博物館仿佛是新竹電影文化的縮影 一棟荒廢閒置的舊建築 能成功打造成遠近馳名的電影博物館 除了當地居民的意識覺醒外 也需要工單位的覺醒魄力 才能讓國民戲院擁有第二個春天